大家好,我是巴仁,今次開箱速遞就跟大家介紹這部Tarmac Works 之前在車仔節推出的限量版,就是Vertex Toyota Chaser JZ-X100 Limited 2544架 開來看看,其實盒子的設計也挺漂亮的 我先設計,看到整部車,而後面也看到一架過的 開來看看這部車,其實我一進展會,第一架買的會場限量版是這架 其實當日的會場限量版也有很多架,但這架我第一架買,竟然拖到現在才開 開來看看,先讓大家看看這部車 其實我覺得這架挺漂亮的 我現場一看已經可以了,原來我是Tarmac,其實沒什麼特別適合 但我現場一看,我覺得是很棒的,現在一看都可以的 看一看,有日本車牌的車牌 其實這架Lim,感覺上是那些比較低調的改裝風格 但都是有一點點料到的,通常都是用大房車,黃冠 或者Tracer這些就是配搭的,我覺得這架是很棒的 其實整件事都低調很多,出來的 都真的非常棒的,這個優勁 不過這個限量版也貴少了,也有100元,我記得好像 有一點點失誤,剛才拿出來做Display 拿出來拍,就不只想跌落地崩了兩邊 就整崩了兩邊那個...這個應該... 你當頭唇崩了一點點,就真的... 拿上手也不知什麼,這樣一拿就滑了出去,你真是稀奇 不要緊,給我看一看,至少看一些大的分別 那條Lim先 我個人當然喜歡右邊多一點,因為我不是的 它金色,它這條Lim那隻... 你看它不配金色,我真的沒想到可以配什麼 配金色整件事,我覺得有時候很喜歡這些兩隻色都是搶的 只要配得好是漂亮的,前提都配得好 然後就看一看Vertex貼紙 原先就是剛才那邊騷了Vertex貼紙 一拿起來,它就滑到地上,真是很稀奇 看到頭尾也有的,這裡也有 之前平時也沒有車牌,只有這個銀色有 真的蠻棒的 看看Tarmac其實接下來就... 這條片出街的時候應該都已經看到了,已經開了訂購了 接下來會有什麼東西,突然會吃了沒有 我最期待當然是它竟然是用在這個... 這個叫什麼呢? 現在這架好像是... Global 64,是Global 64系列 來出的那架R129那架 Benz R129 SL 我是開心的,因為大家都明白到Tarmac的東西千萬不要買貴 買便宜的了 總之它九十多元的那個range 就像這個一樣,限定版便是$101 總之不要買它Hobby 64的東西就可以了 Hobby 64幾乎都是... 我也不想這樣說的 但觀眾自己買回來也有眼見的 不是我說很沒用,觀眾買回來也不能 那就是公認的 Hobby 64的東西真的完全不行的 但Role 64是值得買的 幸好擺放Role 64,我記得它擺Hobby 擺Hobby那間就糟糕了 $150買回來的車子又是很重鑊氣的 真的不好意思這樣說 是嘛 但至少還能保住這個... Role 64系列 即是叫做... 拿出來的東西和Mini GT撰不失禮 Mini GT等等 又不是說沒有做一些比較Hit的JDM 這輛其實Tracer也算是Hit的JDM 我想Tracer也不Hit 真的不知道什麼Hit 我想比起上應該Hit過黃冠 我愛的黃冠 至於黃冠老闆車感覺重很多 Tracer始終一開始就已經... 整條Line都有少少是飛仔房車的感覺 即是在這個LTSA出現之前 LTSA是開頭了一個比較小的飛仔房車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不過這樣說是沒有錯的應該... 可能不夠精準的 那麼... 接下來看看還有什麼... Tracer的車子就... 這個東西就... 看看底子先... 現在這個也是鐵底的... 鐵底也是... 兩架車的車尾... 其實大公帽都一樣... 看看拍在一起... 看看尾巴有什麼不同... 就是多一些... 章和沒有這些章... 像這個一樣... Suma... Tracer... 這個是什麼? Total Logo Tracer的字在裡面... 這個沒有的... 剝掉了車章的... 頭都是一樣的... 其實只不過是... 是一樣的... 鬼面罩啊... 所有材料都一樣的... 只要是它銀色車襯銀色... 那就襯回... 想想你中間這個網... 這個散熱網... 它也是... 銀呢... 那就... 就沒那麼出啦... 如果是銀帶... 它是銀帶... 它是銀帶的... 然後放進去的... 紅色車裡面就出的... 但如果是銀帶的... 車有銀帶... 那就真的不過眼了... 好... 再拍一邊... 再看一看... 細節位... 這個我懶得拆... 今早都拆了... 整天的車都是麻煩... 搞價... 幫R30換拿... 只是撬開... 底盤都浪費了我... 起碼浪費了我三個字... 原來它... 那架R30... 油跟底盤... 就是它的油噴完... 我不知道是否內格... 還沒浪費乾... 就上個底盤上去... 結果底盤的邊邊... 就黏住它... 那你想想... 那些油... 好像漆架... 這樣黏住它... 這樣都用在底盤上... 這樣一勾拔拔一勾也不去用... 我怕拔夠包一點... 我怕後面那些膠能量... 可能拔... 拔開胸後… 這樣... 這樣會很麻煩的嘛... 那怎樣才能... 那本來是那個... 那那個位... 那個位... 那個... 尾後的那個... 那邊位... 這裡... 這個螺絲對着這個位啊... 不要黏一些油... 你真是不讓它吹噴獎 我改的 Z32又失敗了 Z32的鑰匙又失敗了 我嚇死我了 如果這樣說 我本身想過 不如翻噴 Z32的鑰匙 那條鑰匙的鑰匙也不太好 不過這樣說 我曾想過噴回的 不過如果觀眾有多一條 原裝鑰匙不要的話 我也想過 可不可以收回一套 我那裏有兩條鑰匙 裝上去的時候 我打算收回一套 整套要 我想7鑰匙 上次我 Black AE86 Black Limited 我說我要一套Limited鑰匙 就說難一點 我這次Z32套 7鑰匙應該比較容易 如果觀眾有Z32 而一套Limited鑰匙不要的話 我可以幫你收掉 因為我都要一套Limited鑰匙 襯回去 紅色的鑰匙 紅色的鑰匙 總之Limited鑰匙 我炒了粉 炒了兩條 那我收在後面 就叫做不多角 如果有的話 真的可以 在下面也可以 直接PM我都可以 我先幫你收 不過就 我看一下 收了兩套 可能頂了兩套 即是叫做 我炒了粉 炒了四條 還有多四條 可以用一下 叫做這樣說 接下來看 有其他款 我先收定回來 其他款 可能又配別的鑰匙 我又可以 8分到7鑰匙上去 因為我不知道Z32 我只是 在我的心目中 我只能夠配 那條原廠7鑰匙 對了 判別的鑰匙 不行 不過原廠7鑰匙 就有味道一點 對了 不承認 但有味道 對吧 真是 多噁心 讓大家看一次 這部 如果在展會買 這部就不用排 因為 展會當天 有一部會員車 就是那部會員版的510 因為我不是貪名會員 那我當然買不到 後來出發 現在怎麼看呢 都說 價錢真的有升 即是有高低 有些店舖可能是 兩塊水來 有些店舖可能可以兩塊幾 對 都是自己格價 如果想要 我就 我喜歡這款式的 各款我都喜歡 但不知為什麼 放在一起 又不是那麼大意義去買 但不要緊的 如果這個價錢 如果有一百五元 可能我又會收拾它 好像我這樣 去現時點 我都拿一百二元 撿了兩架 我撿了一架 Hobby Japan的A70 Supra 3.0那架 3.0之前我沒有訂到 因為 大佬 一百五元 它又不是做得特別漂亮 一百二元 價錢就對了 入 沒得不買 這些 那 看看接下來 Tarmac還有什麼 新招數 就是 我看完它今個月的東西 它有一架Volkswagen Caddy 不是 是不是Caddy 是Caddy 第一代Caddy 即是 哥虎頭 Pick Up味的那架 但問題 它那架 又是畫到鬼五馬六 即是 它正式畫到鬼五馬六 我都還有得夠 但那架車七彩 七彩繽紛 畫到鬼五馬六 我想買都 放不下手 唯有只是訂了R129 希望下水的東西 適合心水 其實Tarmac 接下來看到的東西 其實我也是適合的 不要說一來就立即踩沉 剛才片一片 開頭中間就踩一踩沉 現在又提一提 例如說 我是壞仔 車仔摺很多照片 我都沒有空 又忘記出 有空的時候就忘記 記得的時候就沒有空 你覺得人生真是多麼厲害 我看到 F40 F40應該多些 F40這些是之前出過 又有RS200 是Ford那架 又是跟Lansia Ford那架 Ford那架 那架 也有車之中 又是吸引 又有些位置 Ford那架 是Ford那架 Ford那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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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廠們快點出貨VAN版的1比64 1比64的貨VAN版HIS100系 而我的額外要求當然是E24高材箱 但起碼100系 VAN版才是我們整個童年回憶來的 即是那些死人的引擎聲 即是走到差不多轉波、拖波、提高波的響聲 依然溺溺在目的 反而客VAN版我們在香港很少見 現在當然只剩下客VAN版 但回想20年前 當然是貨VAN版比客VAN版多 所以為什麼在貨VAN版都是那種 不過看來貨VAN版都要等到TLV 正常其他廠像Tarmac那樣 它當然是出改裝版 我想那套帽子都是貨VAN版 不是是HARDV版 看看接下來做些什麼款式 希望接下來的款式也對 但我最重頭 一定是它30枯數那一架貨櫃 這個我就一定是 到時不用考慮了 除非那些花都應該很難貨 可能不適合我都會買的 因為非常棒 我想整個Tarmac整個季 是我最期待的 一架車 主要是有這麼大貨車 我都買了一架類似載車的運輸車 我也想說一下 之前推出了一架Standard Mahunt Mahunt那架 Maserati 黃黃藍藍 那架非亞特的貨車 賽車隊的那架車 我在想好不好說 我會有時間拍攝它吧 我想這個星期三出應該都OK的 那星期五就有一架 Sponsor的車 我又要說一說 我想先預先 好 那今集就先說了 下集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